NBA不缺乏单箱匹马的孤单英雄 当然也有荣誉员工的篮球兄弟 说到篮球兄弟请 哪些组合最让你动容呢 小编先来说说 要小编感触深刻的双人组合 乔丹批鹏乔丹和批鹏的组合 可以说是在攻榜两端 都能给对手带来不小的压力 并且为公牛带来了两个三连冠 而批鹏刚进入联盟时 进攻端还显得略有不足 加上乔丹的调教 然后才慢慢有了后来的高度 1997年乔丹站至最后一刻 后堂的在批鹏环里的情景 更是让我们感动不已 公牛之前有过用批鹏花来卖迪的交易 也是被乔丹直接叫停 足可见他们的兄弟情 科比奥尼尔在1996年 科比以高中生的身份在13岁位 被下洛特黄蜂队现在提湖的选中后 被交易至湖人队 随后奥尼尔也西游到湖人 随着科比的不断成长 奥尼尔恐怖的内线统治力和得分能力 加上科比的大心脏和不讲理得分 让他们在2000年 2001年 以及2002年豪赌三连贯 证明OK组合的统治力 但是后来两人出现矛盾 无奈解起 姚明卖迪友卖组合 当时在中国有着非常高的人气 由于姚明的存在 火箭队也一度被当作中国人的主队 2004年 火箭队和魔术队交易 麦迪空降休斯顿 与火箭队的当家球星 组成了一内一外的姚曼组合 这个组合从2004年到2009年年 第15年 最终解体 但是 他们还是给我们 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最经典的还是2008年 1月份的22连胜创造队史记录了 但安麦迪也曾打出 35秒13分神迹逆转马次 但是可惜两人总是一个伤退 一个复出在季后 在也始终没有走得更远 詹姆斯 韦德詹姆斯和韦德是同一年新秀 但是韦德率先拥有了 自己的总冠军戒指 后来詹姆斯在骑士 一直没有得到更好的成绩后 在2010年以先前后化的方式 加密热火 连手韦德 让人们开始记住了这曾经辉煌一时的 战维组合 他们最强的赛季 应该是10到11赛季 詹姆斯场军26.7分 7.5助攻7篮板 韦德场军25.5分 6.4篮板 4.6助攻 当时两人的组合 就已经被加入到了最强二人组的讨论阵营 他们快攻击就无敌 还有恐怖的无限幻房 让他们在四年里四季总决赛 亮度总冠军 那一母默契的空间也成为了经典 上面就是让小编影响深刻的双人组合了 当然联盟还有许多出色的双人组合 欢迎大家讨论